这场年薪千万的招聘考试 可刚拿到试卷 考生就傻眼了 因为这张卷子是空的 时间一点点流逝 敲桌子 抖腿 考生们越来越焦躁 有个亚裔女人坐不住了 她拿起笔 刚写下几个字 就立刻被保安带走 因为这触犯考官说的第一条规则 不能损坏试卷 大家纷纷放下笔 更不敢轻举妄动 但正是男人小白发现了玄机 刚才考官还多说了两条规则 不能跟考官和保安讲话 不能走出房门 小白果然没被抓 她的猜测是对的 原来只要不违反考官说的三条规则 做任何事都可以 考官还说 这场考试只有一个问题 那么 首先得齐心协力找出那个问题 一个叫小宗的女人提出设想 试卷可能涂了隐形墨水 需要某种戒指让上面的字显现 比如灯光 后面的胡子男马上往屋顶一照 没有效果 小宗解释 普通的白纸灯是没有用的 说完 他起身 把试卷放在墙上的灯光处 还是无效 所有人把试卷试了一遍 都失败了 一群人没有气垒 他们之中的金发女发现 墙里有内签灯 或许不同的光源会有效 旁边的男人小黑一看 这是紧急备用灯 只有所有的灯坏了 他才会亮起 小白赶紧拿起椅子 一个个破坏 结果真的奏效 房间亮起蓝灯 所有人兴奋的拿着试卷往灯上照 依旧没用 但努力没有白费 其中的眼睛女细心观察到 备用灯只是下端发光 上端还是暗的 说明要继续破坏 他脱下高跟鞋 再次将灯管砸破 这次出现的是红光 但依旧没有惊喜 小白有些失望 他建议不要想灯 多对试卷做实验 他拿出刚才被淘汰选手的试卷 对试卷疯狂图画 没用 他决定用液体试一试 于是将纸丝成刺块 一块拿给小黑 叫他用口水舔尸 自己则走到一旁 将尿杀在纸块上 可一点效果也没有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 小宗想了个新招 不是还有个NPC警卫吗 他走向他 没说话 而是把手摸摸伸进口袋里 惊喜地找到一把打火机 他推测 只要引发屋顶的火灾爆紧器 他喷出了特殊液体 或许对试卷有用 说干就干 小宗搬了张桌子 踩上去 点燃火机 但火势太小 无法引发爆紧器 下面的小白二话不说 拿起桌上的试卷 卷成棒 递给小宗 于是小宗将纸张点燃 引发火灾爆紧器 这不过是普通的淡水 又白忙活了一趟 但这时 从桌子下来的小宗猛然发现 自己的试卷不见了 他赶紧看那张被烧的试卷 上面居然是自己的名字 他被小白算计了 警卫走过来 将小宗淘汰 小黑怒了 这样给小白一拳 灯突然关了 原来 灯是声控的 小黑无意间说了关灯的谐音 只要一声开灯 整个房间便重新亮起 接着 小白更加放肆 走向一个傻子 就人从头到尾一声不吭 小白拿起他的试卷 叫他把试卷撕了 傻子竟然听了 还乖乖把纸团一点点塞进嘴里 最终也被警卫带走 小白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小黑 更让他生气的是 小白还虚张声势 说已经知道了考试的问题 小黑受不了了 一拳打晕他 又把他拖到椅子上 将他绑紧 这时 金发女反对了 虽然小白手段卑劣 但他知道考试的问题 要合理利用他 小黑没理他 要将小白推出密室 金发女再次警告 刚才考官说的规则 是自愿离开密室 强行拖他出去 你们也有被淘汰的风险 小黑只好拿出小白的试卷 想诱导他破坏试卷 但这时 小白醒了 只见他拼命大叫 说要吃药 什么药 原来 小白干上一种病毒 必须每个小时吃一次药 否则会晕卷 抽搐 最终死去 药就藏在他的口袋里 只要小黑愿意帮他拿 作为交换 他会说出考试的最终问题 小黑答应了 谁知 小白的药丸被人偷走 四处都找不到 很快 吃不到药的小白晕了过去 几日没太大反应 因为小白为人狡诈 这也可能是他装的 现在的重点 是找到考试的那个问题 胡子兰二话不说 来到眼镜女背后 直接用皮带绑住她 他怀疑眼镜女有猫腻 原来 在刚才一次谈话中 眼镜女透露了许多 关于应聘公司的内部消息 胡子兰怀疑她是内奸 他对她言行逼供 套出更多信息 胡子兰扒开女人的大腿 拿出张锋利的纸 狠狠刮了一下 女人强忍痛苦 胡子兰摘下她的眼镜 用手撑开眼皮 准备割她的眼球 胡子兰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在参差场面试 需要找出面试题目 而他怀疑眼镜女知道答案 受不了酷刑的眼镜女 终于承认 自己是应聘公司的员工 但没有内幕消息 参加面试 这是为了升职 看到眼镜女没有在隐瞒 胡子兰最终放过她 突然 一旁后面的小白浑身抽搐 再不吃药就要死了 金发女只能建议 两两搜身 看看是谁偷走了药 结果还是找不到 这时 眼镜女盯着胡子兰 想到什么 她在她的桌底 找到一个口香糖 而里面 正包着一颗药丸 是胡子兰想害死小白 眼镜女正想喂给小白 药却被胡子兰打飞 掉进下水管里 看着将死的小白 眼镜女急了 她只能违反考试规则 朝着监控求救 最终被警卫淘汰出局 关键时刻 金发女拔下椅子夹 将药丸夹起 给小白喂小 小白成功获救 一醒来 就被逼问考试的问题是什么 她缓缓说出真相 试卷上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这场测试就是个问题 而答案 只能是我们其中一个 说完 她描向门口警卫的枪 小黑立刻反应 两人同时拼抢 小黑抢先一步 但她不想杀人 只是防止小白把他们全杀了 小白看出小黑的心思 她冲过去 一把抢了枪 正要开枪时 却发现需要指纹认定 她直接架着警卫的手 瞄准他们 胡子男第一个投降 自动走出密室 接下来是金发女 但她经过小黑时 给了她一个暗示 走到门口 她突然大喊一声关灯 小白连开树枪后 大喊开灯 谁知 小黑的偷袭没尘 反而胸口重担 倒地不起 另一边 门口居然还有只脚 金发女还没完全放弃 小白正准备对着脚开枪 偏偏这时 考试时间到了 房间里还剩两人 小白怒了 她不可认输 对着屏幕疯狂怒吼 但这时 警卫居然走来 把小白带走 还举起抽表 上面显示时间 还剩30秒 小白彻底愣住 原来 房间里的计时器 有个蓝色按钮 能加快计时 而刚刚那个傻子 偷偷按了计时器 导致她时间变快 尝试跟考官对话的小白 也因此被淘汰 只剩金发女一人了 她捡起地上的眼睛 这只傻子被警卫拖走 是蜡虾的 她将眼睛和碎玻璃 放在一起 通过折射 终于看到试卷上 有一行字 第一个问题 金发女想起考官的原话 她在宣布规则后 问过他们 你们还有问题吗 这实际上是一语双关 也是这场考试的 最终问题 答案也十分简单 只要回答 没问题 就能通过考试 而这场面试的幕后老板 偏偏就是 参赛者中的傻子 她是名科学家 但性格古怪 才想出这场特殊招聘 最终 小黑没死 张力没有针子弹 而金发女也成功入职 凭借过人的观察力 她拿下面试 更重要的是 因为她在利益诱惑面前 懂得保持人性